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希望当局快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不要让柔州唯一的机场蒙羞 电招车司机李永仙表示 机场路是前往柔州唯一机场的主要公路 这条重要的道路必须时刻保持通畅无阻 飞机乘客才能按时抵达机场 市乃州议员黄博洋表示 他已在州议会上要求有关当局快速解决道路问题 他指出解决道路积水的工程去年才完成 但完成后路面积水的情况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据了解这是因为道路的出水口太小所致 目前他已向公共工程局反馈 他们将会做出改善 此外他还透露在解决机场道路阻塞的情况上 当局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即是在施奶宜康省处建一座立交桥 但是目前他尚未被通知前往开会 所以还不清楚实际的情况 接着把家电转向古来 即沙令花小、施奶花小和大古来花小后 古来县这个星期内又有两所小学遭窃贼破门 其中一所甚至已预先要求警方加强巡逻 却仍成为窃案的受害者 今早被发现遭破门刑切的 是同在亚裔文满的万邦花小 即亚裔文满国小 经初步估算 花小的损失约一百零级 国小则损失约一千零级 据了解万邦花小的保安 是于今早发现校长室 一直以来拉上的窗帘 不知何时已被放下来 经与校长进入校长室检查后 发现校长室、行政室及老师办公室 已被窃贼搜索一番 而该校的店眼遭窃贼转向其他方向 因此没有录下案发经过 至于国小的刑切案 也是该校老师今早到校时才发现 被翻找过的包括校长室、老师办公室等 目前老师的损失尚未确定 校长室的损失约一千零级 校园刑切案很大可能是由幕后集团策划进行的 校方必须认真看待及加强古来区域的巡逻 重点是必须确保学校、老师及学生的安全 不要等不好的意外发生才来亡羊不牢 最后来关注一则近期发生的诈骗案 本地一名41岁女子为了赚取高额佣金 不慎陷入求职偏局 新山北区警区主任巴尔维新 近日在文高中说 受害人是于本月16日向警方投报 称自己接到了一则手机短讯 内容是一份线上工作的推广 从中可获得可管的佣金 短讯内容指 凡完成一项工作 就可获取投资金额的10至15%的佣金 受害人觉得工作轻松 而且回酬丰富 于是按照指示注册资料 并于本月11至13日 把10万零5650令吉 分十次转入五个户头 随后受害人被对方拉黑 无法发送短讯给对方 也登陆不到有关网站 才发警觉自己被骗 警方目前以诈骗案件调查此案 追尘者可被判坐牢十年 同时可被罚款和编制 警方呼吁民众关注各种商业犯罪手法 并保持警惕 避免成为受害人 民众也勿轻信任何高回酬的投资 或线上工作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 新周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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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